昨一七晚在台北自由广场举办的称香港 要自由演唱会 包括灭火器 董事长乐团等艺人以歌唱演出力挺香港 而被尊为香港词神的作词人灵系 也现身台上发表端讲 与众星长的表示 现在在香港喊香港加油是一种罪 戴着口罩也是一种罪 但他认为 破坏香港法治的人 不是抗争者 是执行 滥用与制定法律的人 呼吁不论台湾或是香港人 都要记住民主得来不易 灭火器昨晚一连带来三首歌曲 第一首是汉林戏合作的新歌《双成记》 演唱前更暖心喊话 献给台湾 献给香港 献给所有勇敢的灵魂 更在演唱中间大喊香港加油 台湾加油 最后灵系也在压轴登场 发表端讲 一开始以台语向在场的观众致意 掀起一阵欢呼 灵系表示 现在在香港喊香港加油是一种罪 之前在科技上广播说出香港加油的技师 已被无理由的辞退 现在在香港戴口罩也是一种罪 甚至在网路上贴出戴口罩的图也有罪 更荒谬是有学生上街买鸡蛋就被怀疑是买攻击性的武器 灵系表示 有很多人指责那些抗争者 但真正破坏法治的 是那些执行法治 制定法律 滥用法律 有权用尽的人只有当权者有能力破坏法治 灵系表示 香港的下一代在做上一代没有做到的事 却还被指责这样有用吗 让他想起1980年南韩的光州事件 以及1987年的六月民主运动 都是在不对等的状况下 他也特别在台上对香港老一辈的人喊话 你们是遗忘了 还是不敢想起 灵系表示 他日前为南韩电影1987 黎明到来的那一天填泻粤语片尾曲 为了培养情绪重看了电影 却发现电影里的情节真实 在香港新闻直播中上演 一边添词 一边哭 但他认为所有眼泪不是没用的 如同歌词里你煞时的青春 并非突然的猛 鼓励大家要强壮起来 不要让愤怒掩盖眼睛 坚持正面的力量 照顾 琴